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教他成熟的问问题方式 他就有成熟的观点 这就叫成熟 所以我根本不用教他很多东西 我只不是引导他问问题 教他怎么问问题 如我所说 他不是问问题 他就会在你眼中看到他成熟 因为他的观点正确 他因为观点露练 他观点想多几个步骤 你就会发觉他好像和大人沟通到 这些是很简单的游戏规矩 就是因为我本身做开教会 负责的越多 我就越懂这些 这只是一个小财一碟去解决问题 有100样的祝福 有些人拿到1 有些人拿到10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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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拿到101样 甚至 不就是每个人都来到人家面前 就想拿101样 不可以的 因为有些真的要他们配得才行 甚至那些游戏 都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杀种 而得到的 所以你会看到的 如果他在说 每一样的祝福 石安都有 但是每一样的祝福 都拿完了 就真的不多 重要的祝福 就真的要很明显 是那些人在性格上 有个重要的收索 他如果没有一个 重要的收索的性格 他们有些重要的祝福 就离他们而去 即是没有办法 神给到他 但是都是神是正确的 但因为最主要 为什么今次要和你们 去这样清楚说 原因就是 起码次恩将来会是 这样的领袖 他未必好像我那样 不懂得用这个恩公看通这些东西 但当我这样说 第二天他长大 甚至是自己独立面对教会的时候 他就知道 其实面对这些事情是有的 我会怎样看法 还有那些人因为什么而导致 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触碰 去改 有些不能触碰 有些不能触碰 因为你触碰 你一触碰 有个问题 就是你会毁了一个人的成人 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关系 因为毁了一个人的关系 因为毁了一个关系 其实 因高会降低 有些关系的毁法 当然能够加 或者跌倒 但毁法就是 就是本身跟你之间的Friendship 慢慢逼他要变成下属的态度 那种是不自然的 那种慢慢会把那种最自然的东西 拿走 那么一个人 把自然的东西拿走 他不会用心去反应 那种靈性的关系 就会失去 等于父和子的关系 是自然的 父和子的恩高就很容易传到 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 很难传给其他人呢 是因为不自然的 批评的 甚至是突然间毁了旧友的Friendship 突然间新建立一个 下属和上司的关系 那些关系就会导致恩高不流通 所以 这种所谓Friendship Partnership 的友谊 是会借助我们家族慢慢去 或者是大家侍奉 慢慢变成 这种变成 这种变成 有上线和下线 用这样的方式 National的方式 建立这种上线和下线 恩高就流通了 但如果有虚假 又或者甚至一次 将很丰富的Friendship Destroy了它 Friendship 大家知道很全面 对不对 你突然间变成很单向的上下属 的话 恩高又会断 那一定是Family方式 去建立那种关系 那种关系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 维持着彼此之间 铁磨铁磨出印来 是真的磨出性格上的收上 因为最重要的不是 不是说 形式上我扮 去做 或者我受了身 去做 那个是我们做了出来 但是问题 我们没有什么 带到去神面前 因为在过程中 我们没有在性格上收上 但是真真正正来自 品性上 互相相让 礼仰 这些是最基本上 性格上的一些收上 但是更加多 当然在面对Big Park的时候 都会坚持过 又是性格上的收上 所以 教会为什么变成虚假的话 又出事 因为教会走在一起 能够我们彼此 鼎姊妹黄目准的原因 其实是彼此性格上的遷就 这个才是叫做 维持最低限度的性格收上 133其实是维持最低限度的性格收上 因为如果说 我们长大都被看 其实最维持是我们的性格 有没有实际形象 差不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大兄们论到熟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你爱情深厚 每天深紧透 信仰路途中欠我走 似我人生的处国 存在身边不必有 谁将你 我着我 让我心 使他更烦忧 情意不留 陪伴我 陪伴我一喜 惊悲万筹 情愿并誓 听了心里祈求 尚负助 看守 情意不留 信仰是根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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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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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